越是发达的地区 汽车普及力越高 车位的重要性越是重要 就曾经有过出门吃饭的时候 为了将车停在一个不被贴条的地方 愣是围着饭馆周围转了若干犬 一气等待有空车位 这还好说 公共车位一般来说都是有来的有走的 不会有长打数小时的占用 但是如果在小区那就不一定了 在小区内车辆停在车位几天 这也太稀松平常了 毕竟出门办事啥的 最关键的是车位是个人的 不用担心停车位的问题 如果在小区没有车位 却占用别人的车位长达几天 这种情况是不是就不能忍受了呢 就有这样的一辆车还是路骨极光 在某小区横跨在两个车位中间 以一副咄咄逼人之势 扔倒了车位的主人 这辆车很骄傲的 没有留下任何挪车信息 更是无所畏惧的将车停在了 这两个车位 好几天不见动静 车位主人的车成了有家不能回啊 无奈之下 对于这种无良的停车者 车位的主人也不得不使出非常手段 第一步将车辆上锁 将车辆前轮用锁固定起来 又用了一条铁链子横过车身 将车的另一边的车轮也锁了起来 车主的主人有一个细节 暴露了他是一个素质相当高 又懂得克制的人 在锁链横过车身时 很细心地用纸垫在了锁链下方 避免将车身的油漆擦掉 第二步就是印刷了大量的小纸片 将车身各个方位盖得严严实实 纸片上配以一个二哈的头像 并用了极其幽默的语言 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与谴责 真心期待路护极光的主人来开车时 能从这件事中学到以后怎样做 才能不缺德 真是损人不利己啊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事